我個人認為是沒有任何的不妥 但是以後必須大家要有一個 我們立法委員執行的規範出來 什麼叫慣例 在我們人民來看你們立法院就是吵吵鬧鬧 然後打一筆糊塗仗 那至於某個柯先生在說那個慣例呢 我覺得就是 律能你不能 他們的工作就是要在那個時候去開會 然後他們如果沒有在的話 那他提前結束會議好像也是可以接受的 應該是賴事寶吧 就是他的聲音很有特色 就是甄嬛傳就會知道 安麗龍到最後被寶娟毒了 就是寶娟寶娟 我覺得他的聲音就很像那樣子 就像以前他們非要廢52台 你什麼事情你就自己一意孤行 想要做什麼就做 對我們來講我們覺得很阿八 我希望就是立法院可以以後 就是可以和平一點 不要動不動就有什麼門壞掉 或者是拆東西打架之類的 韓國瑜當立法院長 你覺得他做的怎麼樣 我覺得蠻好 好像他比較公正 有時候人家在吵架的時候 他會這樣 好阿婷我們休息一下 這樣不是很好嗎 只要他為台灣好 把我們這塊土地顧好 那做什麼都可以 蠻稱職的 該怎麼樣的時候 就應該要怎麼樣 希望他能夠讓立法院公平的做一些事情 我們是希望他能夠改革一下啦 如果只看他現在短時間做的話 我覺得就是中規中矩啊 其實他沒有搞出什麼很大的烏龍 平常沒有在關心新聞 就是所以沒有什麼印象 既然他有這個機會可以當上立法院長 然後我覺得就是讓他試試看 沒有一個人是在某一個位置上 是一上去就可以做得很好 那你不讓他試 你也不知道到底結果會是怎麼樣 所以就不用先入圍主角 也說他一定不行 目前沒有什麼特別的想法 因為沒有在關心政治 最近立法院的爭議 民進黨立委認為韓國瑜 沒收質詢引發爭議 你怎麼看呢 既然你要當立法委員 你就應該要對人民負責人 我看有時候在罵人的時候 罵到真的很沒有水準 我都看不下去 議長主持會議的時候 當點名不到的人就取消散會了 我個人認為是沒有任何的不妥 但是以後必須大家要有一個 我們立法委員執行的規範出來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一種做法 小地方不要說刻意的去製造一些紛爭啊幹嘛的 應該怎麼樣做就應該要按照規矩 剛開始嘛 總會有一點手忙腳亂 什麼叫慣例 在我們人民來看你們立法院就是吵吵鬧鬧 然後打一筆糊塗仗 不是議事規則有寫嗎 遲到的話 他點了三四名 一不來就失同放棄啊 我覺得他就只是按照規則在做 那至於某個柯先生在說那個慣例呢 我覺得就是 綠能你不能 因為立法院可能有他們的規定 就如果他是按規定來的話 我覺得沒有問題 就跟火車一樣啊 你開走了你再跟人家客訴說火車沒有載到 他們的工作就是要在那個時候去開會 然後他們如果沒有在的話 那他提前結束會議好像也是可以接受的 你覺得藍綠白三黨的立委誰表現得最好 對誰印象最深刻呢 你印象深刻當然那些比較會吵會鬧的人 陳一真他也不安好 像王洪威他們也不錯 那個小二家那個我們都笑了 秦晓卿有人反對也好 要不然一天到晚不應該通過的事情 你也通過我覺得不好 羅志強也在立法院提出一個 相當多的一個執行的一個方案 對民生也好 對意識 林一華他的作風都沒有變 他都一直往前衝 可是他不會表現得太明顯 真的真好 因為我現在看的是比較年輕的一代 徐曉溪啊 我希望他能夠做我們的戰將啊 能夠提出一些合理的法案啊 或者為我們爭取我們人民想要的東西 林月行委員 他在做兒哨的那部分 我覺得他不是前幾天有一個那個保姆案嗎 然後他就有提說社工那邊 地方政府要監督和做一些事前的品質 然後來去讓社府團體去篩選保姆 那個我覺得他提得很好 而且是有遠見的 可能荒國昌吧 吳文正是有東西的 然後不是講空話這樣子 應該是賴士寶吧 就是他的聲音很有特色 就是甄嬛傳就會知道 安麗龍到最後被保姦毒癢 就是保姦保姦保姦 我覺得他的聲音就很像那樣子 前立委王滿玉就覺得他很認真 然後感覺是一個有理想的立委 我可能比較喜歡黃國昌看到他 其實很認真的在追一些事情的經過 還有他的結果 然後我覺得有這個態度的立委 是我可以信賴的 國會成為媒體焦點 對國會有沒有什麼新的期待 有沒有什麼話想要對藍綠白立委說的 我是希望國民黨還是團結一下 民眾我不要這樣 保持這個做對的事情把事情做對 不管你是法律面或是協調面 我還是喜歡老一輩 年輕一輩我還不大了解 該立法的時候就應該堅持到底 然後對民眾的立法這方面 應該寬容一點 會比較恰當一點 就像以前他們非要廢52台 你什麼事情你就自己一意孤行 想要做什麼就做 對我們來講我們覺得很阿拔 柯文哲一個人在作秀啊 還看不出來他們要做些什麼啊 我對他們的國會聽證的改革 我非常的期待 因為像國昌委之說 他說他希望強制官員到場 然後要求他不能說假話 我覺得其實是四個對的方向 綠色政黨那邊 他們也有一些立委是認真做事情 就大家聯合起來一起做 這才是我們台灣需要的啊 司法改革吧 我希望就是立法院可以以後 就是可以和平一點 不要動不動就有什麼門壞掉 或者是拆東西打架之類的 不管立場再怎麼不一樣 我們都是這個島上的人民 就是我希望你們雖然吵架 但是你們的方向是為了大家好 而不是為了各自自己的利益 我希望他們可以修改一些交通相關的法規 讓行程可以更安全這樣 我最近覺得民進黨關於言論自由方面 好像有一點在限制 因為像之前就是賀榮爺爺修之類的 就是他們有一種在洗風向的感覺 因為那是來賓發的眼 如果他們可以再更加的與時俱進一點的話 說不定支持者會更多 更去聆聽目前各個族群希望的事情 我希望他們可以做好他們關鍵少數的角色 看到不合理的政策出現的時候 可以去做協調 YAHOO